RMB假债权珍稀金 主贤曾国伟和女朋友逃亡之前 舍不得这一座座堆得像小山的爱马仕菊河 里面装了价值上千万的名牌包 特别在宜兰租了别墅藏起来 艺术家高校五的作品 还有年份久远的威士忌和红酒 行政院前顾问陈正坤经营的旅馆仓库 就有破百箱都被检掉追查金流 一一曝光现行还包括了不动产 主贤和第三人名下的都集中在北部地区 像是台北桃园苗栗和宜兰 陆续被查扣现金名牌包和名酒 加上四十无比不动产总价值上亿元 检方启动变价程序 检查官在侦查中如果发现可以扣押 或是可以追增价值的这个扣押物 那有所谓的丧失毁损减低价值 或者是不变保充的状况 是可以发动所谓的侦查中的变价程序 实之差是为了保存财产的一种处分 宜兰县罗东镇公正路上的办公大楼 也是主贤曾国伟 无偿借给立委陈欧破当竞选办公室 虽然没有继续使用 但也被列为不乏所得 拍卖变现保障被害人之后的求偿权益 华世新闻张正慧 黄佩华 陈建安 宜兰台北报导 缓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雅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